县府文化局再次获得了文化部活化剧场专案补助 在今年宜兰传统戏曲节当中 11月份将由玉琪歌剧团和蓝阳戏剧团带来三场表演 而且在企业的赞助之下 玉琪歌剧团的部分 还有开放100位65岁以上的年长者免费入场 回馈相亲支持 蓝阳戏剧团的钦差大大大人 是一出嘲讽官场喜剧 用夸张的剧情演出贪官无力 在官场的荒唐室 还有县内创新北馆剧团玉琪歌剧团 虽然成立时间不长 这次在戏曲中带来的迪龙收益面赋 展现北馆戏的独特风格 宜兰传统戏曲结在11月份的最后三场演出 已经开始售票 其中预期歌剧团的部分 在企业的赞助下开放100张票券 给了65岁以上长者能够免费入场 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进剧场看戏的好习惯 第二个我们也会希望用比较标准的演出 来鼓励我们传统表演界的一些团队 能够更精进 所以在整个策划里面有一个宗旨 就是一半会是在地剧团 一半是全国知名剧团 我们希望有点拼演较劲的一个意味 那让我们戏曲界或者是一般宜兰的观众 能够打开视野 这个是我们举办宜兰传统戏曲节最重要目的 在宜兰演艺厅登场戏曲节 票价在100元到800元之间 同时也推出套票优惠 文化局希望乡亲能够踊跃购票 支持艺术文化 宜兰新知识 黄竹汉 同道 在宜兰 中文化